。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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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兩次點區鑫都擦下一個人吃完一隻 我只吃到前一隻而已 裡面有七台都是用我們這台 這裡是小朋友的停車場 你看 這是我們的咧 找不到 就這裡這裡 大家都跟我們一樣 你看 1 1 1 2 3 這樣掃過來就六台長一樣 拉麵也來了 對 是拉麵應該有的樣子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起來小費 沖繩媽寶七日大挑戰的最後一集 對 然後很高興各位 假如你們全部都有看完的話 實在太感謝大家了 不錯 對 我們其實 特別的把影片做長一點 就是有時候我在看到同類型的影片 我想說我想要去 對去那邊玩了解更深入一點 我是說那邊玩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詳細一點 對 就想要看到詳細一點 就是只有重點的話 有時候其實還是很難決定到底要去那邊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五個非去抽手不可的理由 作為一個很娘的一個 以我們的經驗吧 用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首先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交通 這樣我想到大飯機場 多少 出班嗎 大概嘛 一個range 上下 一個半小時之類的 差不多 這兩次有帶小孩更快 感覺上就是幾乎上空無阻 從沖繩機場到大巴士區做的 也是半小時之類的 但是從大巴士 從機場到市區 也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做法式 你可以做機能車 然後沖繩機能車很特別會 然後你也可以做捷運 看你怎麼可以治 因為我們有小孩的關係 因為夏天去怕讚 怕等 所以我們這次選擇是駕駛車 那像我們駕駛車的話 隨便舉例 比如說我們從國際通 對不對 到巴克斯多久 這你知道嗎 搭駕駛車多久 15分鐘 對15分鐘甚至以下 所以15分鐘的價錢大概是 1500左右 比如說我們這次從那巴 坐到美國春 其實就比較遠喔 大概半個小時 但是也沒有多貴 也不用到1000塊 我記得好像是3000多的幣 我覺得在通常玩 好處就是你在交通上面花掉時間 其實是很少的 對而且 就不會捲得很累 就一直時間花在交通上面 好 那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點我覺得是海鮮 而且可是它的海鮮品質喔 是不會到 絕對不會到很難吃喔 就是頂多讓你覺得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但是大部分都蠻新鮮的 對都很新鮮的 那我非常推薦 只要說去沖繩的話 當然沖繩很多漁港可以探險 但是我覺得募資是最方便的 今天 要不要點一隻龍蝦來爽一爽 一萬九千九百 來 而且它的價錢喔 其實你也不會覺得 雖然它在很逛逛區 但是 去的那麼多次 我覺得它的價錢其實是蠻封道的 而且它的加工費是統一的 所以我覺得你也不用擔心說 欸每一家價錢 我做成它手藝不錯 我們是沒吃過別家 我看一天就知道 其他家我們就不曉得 對 然後 我們 然後 我覺得強烈推薦 一定要吃曲線 像我們兩次點曲線 都差下一堆人吃完一隻 我只吃到前一隻而已 就是不用撥了 你就直接咬著吃 這樣 喔 拿起來 我本來就最好吃的留給你 兩口千斤 但是我覺得旭蟹為什麼推 因為它比螃蟹肉多 然後又鮮甜 你吃不到螃蟹那種鮮鹹的味道 然後它的肉又沒有到龍蝦那麼的 我覺得龍蝦肉 龍蝦比較老 對有時候肉 但我覺得這是 吃生的 我覺得生的很好吃 對 這是吃完生的我也不想再吃熟的 我強烈推薦各位去吃虛蟹 紅薑草虛蟹 強烈推薦 千萬不要夾辣 對 所以我覺得去沖繩海鮮不錯的地方 不是說大餐 而是說到處你都可以吃到海鮮 然後價錢都很不錯 那第三點是什麼 第三點 我覺得是 人 最美麗的風景 感覺比較熱情 就是每次去中城你就有一種很療癒的感覺 當然飯店的人服務都很好 然後路上的人 尤其是我們帶小孩特別有感覺 就是好像他們的當地人都蠻開心的 然後不是說一定要跟小孩打招呼 怎樣 但是他們就是很熱情 在旁邊感覺跟就他們互動 這樣子 我覺得我帶著小孩去 每天都有人跟我們打招呼 那重點是 他的人熱情之外 又不會那麼多 比如說我們會在一些熱門時段 去Paco City 但是我先講不是說旅遊熱門 旅遊熱門哪裡都會被塞爆 但是我們去的是 當地人的熱門時間 他們的人也沒有多到像同情這麼多 密度沒那麼高 對 那密度沒那麼高 比如說Paco City 或者是蒙熱城 你逛起來就還蠻舒服的嘛 對 所以我覺得去沖繩 就是你就覺得熱鬧 又不會覺得急 對不對 到哪兒就覺得 有人很 滿熱情的 對 玩到這邊三部也是 欸 都有的人 但是沒有不會很急 這樣子 然後要吃餐廳也都有位子 這樣子 雖然是日本整體服務都不錯 但是 你等你去過別的地方 就會回想說 原來沖繩的這些服務生 或是飯店的人員 他們是特別有精神 跟流行在照顧你 第四點 補貨方便 蛤 補貨 補什麼貨 就是一些小孩的東西 零食啊 或者一些 平常 比較常用的一些肉品 應該是說 你要買東西都集中在一個區域啊 比如像Taco City 裡面就有了 對 所以一次不玩就不用 by 光是高下卡晴 你就買不完了 我覺得 夢樂城那 夢樂城 夢樂城 我覺得 прош風城裡面的夢樂城呢 就是 如果你 seeing regular GU的話 那你就有GU 對對對 GU超便宜的 Pano City唯一遺憾沒有GU 對 有Uni Pro 也有Sara 然後也有 本人是GU拍的 對 所以補貨方便 對 其實我們是沒有這樣做過 但是我們常常在想說 欸有時候六分鐘沒吃 然後我們就說什麼 補貨一樣 很方便 應該是說補貨加上度假這種感覺 蠻棒的 不然有時候平常去 在台灣就是出去補貨而已 對不對 對 就不會逛街啦 就沒有什麼放鬆感 就是去買東西 對 然後雖然這樣機票加上住宿 可能錢差不多 可是你去沖繩又有一種度假的感覺 然後看到那個價錢 你又很開心 又是買過來走價差不多啦 對 但是你在買的時候心情就比較好 像我們上次買那個娃娃車便宜三千 對不對 娃娃車真的便宜很多 對 因為在台灣的那個定價我記得也是一萬多 但是它通常會打折就變成八千多 對 但是我們在那邊買加上退稅 才五千出頭 嗯嗯 然後後來居然發現那裡車超熱的 好對 我們這次去 我們之前沒那麼有感覺 因為納瓦的密度沒那麼高 對 然後我們這次去XXX的版本裡面 全部都小台的時候才發現 哇 因為它十台裡面有七台 都是用我們正台 這裡是小朋友的停車場 你看 這是我們的咧 找不到 就這裡這裡 這裡這裡 大家都跟我們一樣你看 1 1 1 2 3 欸 這樣炒過來就六台長一樣的 差不多十五台裡面有三分之一以上都供我們一樣 好 你看就知道了 五台裡面有三台供我們一樣 因為它是組裝型的吧 就是可以摺很小 又可以加裝很多元件 因為我覺得它作為日常車來講 也方便 然後如果你去旅行 大概有一個登機 那第五點咧 忘記了 嗯 第五 蛤 你的車讓我討論不過啊 第五點的時候 忘記了 最後一點是什麼 消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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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切都以CP值來論 就是說 所謂CP值就是說 你一定價錢內吃到的品質啊 那我覺得沖繩的CP值是相對日本跟台灣來講 是我覺得高很多 嗯 就是你到處都可以買到品質不錯 海鮮 然後咧 價錢又 常常會有一些很不錯的價錢 舉例來講 我們最後一天在夢樂城 全部500塊 所有便當都是80塊 四隻蝦子的便當80塊 火燒動80塊 太便宜了吧 太便宜了吧 但哪怕是去住到的飯店 它的尺寸就 大很多 Jordan 你的 生日蛋耳狗 主題方 它有生日禮物喔 對 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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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貼心送你一個生日 Hello Kitty 好像還行喔 OK 欸咧 然後 他們 這個 有預先 order這個 床尾 床尾 但是 好像沒什麼用 沒有 差不多 還有一張畫 只能說以這個地段這個空間來講 還不錯了啦 還不錯了啦 而且價錢還實惠 對啦 價錢蠻實惠的 對對對 我們為什麼會錄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最近去的 XXX 然後 做巨大的衝擊 我是說我們去XXXX 就一直想到沖繩 然後我們在空城 我們吃得好 住得好 再來就是 吃飯也是一樣 你就覺得在沖繩一千塊 哇 你可以吃好多東西喔 鰻魚 鰻魚魚子燒 鰻魚魚子燒 你看 你看 這樣一整款 才80塊 我不要買大的 我要買小的 哇 一千塊 甚至五百塊 在超級市場 可以買好多東西 不是說好多 就是一樣五百 一樣五百這樣買的話 對不對 那像我們這次去到 對 對 東西都賠一千五千 大概貴一個三成四成五 三成五到五成都有 然後去超市 就是我們幾乎都沒買東西 因為Cover的價錢就買不 不是說買不下水 就是沒有買來慾望 因為有時候買去美食街的時候 看到五百塊 然後看到價錢這麼便宜 然後東西又不錯 尤其是你想想看 一整片的五百塊在你面前那種爽的感覺 沒有因為他價錢比較DC率比較高的話 你現在有逛超市的感覺 如果說我去美食街跟超市 價錢也是這麼高的話 我去餐廳就好了 對所以我覺得相同的餘廢 在沖繩也過到不錯的很好的體驗 像我們之前很推那個海港團店 在沖繩會有的一種物質 我們之後讓你去美食街 讓你去美食街 不及一種物質 我們來看影片 我們下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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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刺青的海港饭店 他早上吃的东西 我们现在讲也是CP值喔 对… 他不是便宜 然后也是四五千 就是我们付的价钱就是这个品质 对… 但是在纳包周围 你付的价钱会超于你想像的品质 举例来讲 你花五千块日币 吃到一只好好吃好大只的曲线 跟你花一万五千块 吃到一只好好吃 跟很大的曲线 我觉得去冲城玩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 增加一点喜悦感 对… 绝对不说冲城吃到的大餐 或是最好的饭店 会比其他地方好 但是也就是说你用一样的价钱 你再冲城可以看到比较多 嗯… 对… 那以上就是我提供给各位 这人非去不可能的理由 没错… 对…那不是说… 非去不可能的理由 不是只去冲城 哈哈… 嘿嘿嘿嘿… 终去了… 到现在去了两次… 对… 但是就是作为参考 当你有考量说 我有这个钱 我要去东京 去冲城 去变海道 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经验 纳入你的参考 那… 想要各位喜欢我们的频道 希望我们的系列 欢迎各位多多留言 对… 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尽量回复给大家 那请各位期待… 我们下一个旅程 没错… 因为我们不终于 不用去冲城 不用去冲城 对… 因为在去冲城 他都会杀我 虽然我个人是可以 去无数次冲城 冲城做店 是这样 一直去很烦 嘿嘿嘿… 但是你到那边就不会烦啊 对… 冲城就是这样子 想要去… 好像有无聊 就是一到那去… 啊… 欸… 耶… 耶耶… 耶… 我要吃这个 取食一下这面 conseqla вперMadi 。 哩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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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講了五個對不對 其實還有一個點就是 親子友善 就是五加一第二個 親子友善 我們從 台灣區長出國 當然是把你親子友善 你帶小孩一個通關 對不對 那你沖繩落地之後 其他一路的路線 都是親子專用的 不專用 親子特別通道 對 譬如像你去 有些城市就沒有 然後我沖繩的所有的人行道 所有的道路都是 就是如果你是帶小孩去的話 基本上是 暢通不足 你不用擔心 娃娃車推到沒路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 那個 電梯 找不到 然後我們去所有的景點 廁所都非常乾淨 非常大間 而且都有 我們小孩 性子專用的廁所 都有 預音室 藥妝店 卻是到處都有 就是像我們第一天就遇到 我一定要不用擔心 或是說 寶寶的失誤沒有 然後 然後 就發現藥妝店 甚至到美國孫弟也有藥妝店 然後到底開滿滿 所以 你都 買得到 我覺得帶小孩出國 最擔心就是 有時候 物資缺乏 因為像 我們也不可能 整包店不蓋去 所以就會帶 帶個幾片 然後去那邊再買 所以 這次我覺得 去沖繩的確在親子部分 然後這樣可能都很友善 所以 你真的不用思考 不用太 玩起來不會像 去別的城市 比較會擔心 在沖繩的話 你就可以見招拆招 遇到什麼 然後很多地方就是小孩到處跑 或是 你也不用感覺 都會這樣 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忘了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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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二天來海邊了 這個董董我已經熟門熟路了 好 換上他最帥氣的泳褲 還可以坐著 唉唷 不要吃水 這個人已經熟悉到還要吃水 喝水吃沙的概念 衝生海邊 你走好大步啊 好厲害 你幹嘛一直追我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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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來我這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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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水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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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的感原如何 是 沒泡過海水 我上一次泡海水一次補充的事情 我去了 今天的泡水行程 结束 我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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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Incest What a beautiful Christmas light Incest Chata 菜去到哪裡都要吃麵 其實我覺得來的人呢 還是可以進來景區外面吃 想要吃正餐的話 我覺得咖啡也真的沒問題 早餐也沒問題 正剛才有問題 這個宵夜 這個宵夜 拉麵 極限是千塊 一點的拉麵還有炸雞 餃子 餃子 請雞王試吃一下 它有小的感覺 這個是炸雞感覺就是家常炸雞 對 好燙喔 家常喔 很燙 但是很燙 但是很燙 那我覺得跟你站得有點像 拉麵也來了 這也是拉麵應該有的樣子 這個 我在日本是不吃鍋貼的 來試試一下拉麵跟鍋貼 湯 醬油拉麵 它叉燒很薄欸 我覺得這個叉燒是我吃的 因為我很討厭那種肥叉燒 然後 這邊都 瘦的 它的麵好細喔 這一家很美味 這夾是不是算是他們的古早味 我們就是市民美味 市民美食啊 我喜歡它的麵 麵條 但它調味 有一點鹹 有大阪 王醬還是醬王的感覺 是有大阪王醬還是醬王的感覺 是有大阪王醬的味道 大阪王醬的 腳皮是很像 那內餡完全不一樣 那是它的汁還是 你的醬王 它的汁它的汁 好吃嗎 嗯 我覺得它 應該是很家常味的 這樣看 就在 bug multi 其實大家都當然 是在樹木 在樹木 為是 除石 我凌生了, 這是同婚 對, 同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